推銷音響不免俗自己來一手 只是綜藝天王吳宗憲 不只曾經懷疑自己確診過 二號還PO出瘫倒在椅子上的照片 身體似乎有狀況 快40度 我們還在沙灘上面淨灘 對 所以整個人大脫水 然後就有點中暑 我旁邊全部都中了 郭靜也中好多全部 但是就我還蠻幸運的 感謝主 謝謝 憲哥其實憲哥也去過 我每天都有快篩 跟確診過的女兒Sandy相處 也沒被傳染 笑稱是天選之人 連感冒都沒有得過 還透露原本要前往上海辦公 無奈碰上封城 解封了以後 還是會過去那邊上班 兩岸飛來飛去OK的 我那個時候被白白隔離了10天 那個事情 不會啦 說說而已 也不會真的要告他300萬 什麼那些東西 不會 讓他多一點聲音出來 發洩一下嘛 替陷入假訊息風波的郭彥均還家 吳宗憲也透露 和被爆出婚內出軌的 王曉飛有聯繫 我跟他講就不要告了啦 算了啦 叫小葛自己 自己那個 還是我跟那個那個 葛思琪講一下 人家剛失婚 又要這樣子把人講成這個樣子 曾跟王曉飛見過幾次面 吳宗憲誇對方人很不錯 事發以後通話也感受到 對方的無奈 而撤告一事也是自己給出的建議 吳宗憲勸王曉飛放下 有機會也會再安慰大S 當起何事老 TVBS新聞